老者和佩伦一起来看望阿祖法,并从她的嘴中得知,她已经和康特离婚了,就在昨天。 这件事情让大家都震惊了。 阿祖法表示,造成这一切的原因,就是康特的母亲在这段时间里一直骚扰阿祖法。 佩伦知道妹妹的遭遇之后,非常难过自责没有第一时间过来保护自己的妹妹。 今天,阿祖法呼吸着新鲜空气,体验全新的家庭生活。 自从昨天成功离婚之后,阿祖法感觉到了整个人都自由了,不再害怕一大早看见康特的母亲大吵大闹。 孩子们的安息生活也迎来的真正的稳定。 凯撒和阿斯曼还在熟睡着,享受着难得的被窝温暖。 勤快的阿祖法已经开始打扫家门口的卫生了。 这难得的安宁,是牺牲康特的婚姻换来的。 这样的生活才是人过的生活。 如果结婚,就是为了承受另一半的灾难。 那么,离婚就是对自己的救赎。 年轻人现在越来越不喜欢结婚,也是因为这样,老一辈人的强势与罔顾,总是压着年轻人喘不过气。 再加上孩子的压力,生活本就举步难间。 阿祖法和摄影师谈录新生,我希望这段时间能过个好日子,安安静静的。 感谢你每天观看阿吴的视频。 如果你最近早餐不知道吃什么,想吃点好东西,一定要试试这款黑米牛奶燕窝粥。 配料干净,方便健康又营养,五股杂粮也吃得健康,口感顺滑不甜腻。 而且还可以保持住你的漂亮和美丽。 真的值得一试。 现在阿吴这里只要69块,送你10盒。 平均一盒,还不到一笼包子的钱,到手10盒。 阿吴已经上架到橱窗了。 你可以点击阿吴的头像私信,下边有个商品橱窗,点击进去自选下单。 没多久,老者开着他的法拉利,闯进了阿祖法的家。 阿祖法远远看到他和阿萨下车,连忙表示欢迎。 阿祖法非常高兴老师的到了,询问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。 老者说道,阿萨想和你聊天,反正也是闲着就带他过来,顺便看看你和孩子们。 老者关心地问着阿祖法的生活问题,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康特已经和阿祖法离婚了。 他问康特这几天有没有来看你。 阿祖法如实回答道,我们昨天就已经正式离婚了。 老者表示很震惊,前几天康特和他说过,但是老者以为是开玩笑的,没当一回事。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离婚了。 阿萨对此表示很遗憾。 询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快速地签署离婚。 阿祖法低下了头,眼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说道, 我,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 他的声音低沉,仿佛回到了那段他不愿回忆的日子。 康特的母亲每天都来骚扰我,给我带来了无尽的麻烦,我真的受不了了。 他紧紧握住手中的杯子,仿佛能给他一些安慰。 老者叹了口气,开口说,康特的母亲一直在干扰你,这我知道。 可是,你们曾经那么好,为什么最终会走到这一步? 他真的有那么强的影响力吗? 阿祖法深吸了一口气,是的,他每一天都来,告诉我说我和康特过得不好。 甚至说,如果我和康特离婚,我就能解脱。 我当时觉得自己真的快要疯了,每次面对他,我都觉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。 他的眼睛开始湿润,眼角渗出了几滴泪水,我爱康特,但我也不能一辈子活在他的阴影下。 他沉默了,低声说道,我必须离开。 随后老者温柔地说道,你做得对,生活不会因为一段婚姻的结束而停止。 你依然有希望。 随后阿祖法说,前几天有个德国的粉丝,阿花给他寄了很多欧元。 老师,我把这些钱给你,就当作是之前欠你的钱。 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。 老者说道不用了,这些钱我帮你兑换成一朗币,你拿去用吧。 随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些钱,递给阿祖法。 这是你孩子的生活费,用去买些东西吧。 如果有任何需要,别犹豫,告诉我们。 就在此时,佩伦的突然出现让阿祖法喜出望外。 阿祖法问哥哥,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? 佩伦说道自己被房东赶了出来,这几天都在找房子,所以没时间过来。 阿祖法问道,你没地方坐,为什么不来找我? 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啊。 佩伦连忙点头,不行,我不能打扰你和康特,这是你们的家。 此时,阿祖法直接把事情告诉了大哥,我们已经离婚了。 佩伦也大吃一惊,他看着阿祖法说,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愧疚。 我早就知道,这个女人的介入会让你们的婚姻变得艰难,但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。 他停顿了一下,像是想起了什么,无论如何,你不能一个人扛下这一切。 不过佩伦还是坚持站在阿祖法这边,既然离婚了,那就有离婚的活法。 老者和大家也都愿意帮助阿祖法和康特,也希望日后能找到重逢的机会。 给大家看,对着?